大家好,蝴蝶兰的根越多,蜘蛛就会长得越好,开花也会多 所以养好蝴蝶兰的关键呢,就是要养好根系 下面是我总结的关于根系的常见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颜色是正常根的颜色 能够被光照到的根系的颜色是绿色的 那喷水以后呢,会变成深绿色 根系干了以后就会变成浅灰白色 埋在盆里,因为常年不见光,根会发白色或者是淡黄色 那有的蝴蝶兰个别的品种呢,根系会发紫色或者红色 以上所有这些颜色呢,都是正常的根的颜色 换盆时候要注意,不要剪掉上面提到的这些颜色的根 如果根是棕色或者是黑色,那就是不正常的颜色 是烂根的表现,这样的根呢,要剪掉 根是绿色,但是已经开始长白毛了 这也是烂根的表现,这样的根也要剪掉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水晶头 新长的根系,头部有绿色或者紫色晶莹剔透的根间 我们就叫它水晶头 有水晶头表示根系正在积极的生长 第三个问题,根系烂了,只剩下里面的一条丝了,这条丝还有用吗? 蝴蝶兰的根包括根被和根丝 根被存储水分供给根丝 根丝负责传导水分给植株 烂根是指根被烂了,但根丝还是好的 根丝泡在水里还有一定的吸水作用 如果你的蝴蝶兰根系烂的几乎都没有了 需要采取水培的方法来抢救它 那么根丝会起到一定的吸水绳的作用 最好留着它 第四个问题,根断了,断成一截二截的,还能留吗? 这样是要留的,只要没烂就能继续生长 根系断了也没有关系 第五个问题,有一部分是空根,但底下还是好根 这样的根还能留吗? 空根已经没有继续烂的迹象 这样的就可以留下 只要没烂,根系就能继续生长 根丝也能起到吸水的作用 第六个问题,什么是空根? 只剩根皮和里面的一条丝,这种就是空根 烂掉的根,烂掉部分变干后就形成了空根 空根是已经烂过了,变干了,不会继续腐烂 对其他根系也不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所以有一点空根,并不需要担心 第七个问题,什么是烂根? 发黑色,发棕褐色的根,正在长毛的根 一按就会出水,烂的部位还不断的扩大 这个就是正在烂的根 烂根一般就是浇水太多 长期潮湿,造成细菌滋生 细菌多,造成根系腐烂 第八个问题,什么样的烂根需要剪掉? 一按就很软的,这样的烂根要剪掉 剪到绿色好的部位 如果根系有点变棕色或黑色 但根还是硬的,这样的不需要剪 晾干,喷杀菌剂,观察不再恶化时再装盆 第九个问题,怎样保证不烂根呢? 盆里变干后,细菌就没有滋生的场所了 保证根系两周左右有个干湿循环的过程 这样就不会烂根 选择合适的质料会减少烂根的几率 湿度大的环境,选择粗颗粒的质料 比如树皮,珍珠盐,火山石,桃粒等等 湿度低的环境,选择饱水的质料 比如水苔等等 根据你自己的环境调整质料比例和浇水量 总之让根系两周左右有个干湿循环就好 第十个问题,根上长小绒毛正常吗? 蝴蝶兰根上长根毛是为了抓住质料 吸收更多的水分 一般在粗颗粒的质料中比较常见 比如树皮或者桃粒等这样的粗颗粒质料 这是正常的现象 第十一个问题,蝴蝶兰的根,它的生长方向有什么规律吗? 根往盆外长意味着盆里质料不好了吗? 蝴蝶兰的根,根长的各个方向都有 有的向下,有的向上,有的向侧方 它就是想找个东西抓住,然后牢牢地附着在上面 并不是根往外长就意味着盆里的环境不好 蝴蝶兰的叶片和花枝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 但根系通常是倾向背对着阳光的方向生长 第十二个问题,什么是气生根? 我们通常把露在盆外面游荡在空气中的根叫做气生根 实际上蝴蝶兰所有的根都是一样的 也可以说蝴蝶兰所有的根都可以生长在空气中 它们都是气生根,千万不要剪掉气生根 第十三个问题,气生根要塞到盆里吗? 以我的经验,我这里的湿度也挺大的 基本上都是在夏天50-60度以上 在秋冬季呢,基本上就是七八十以上 几个月过后,露在外面的气生根也会干瘪 所以我尽量引导气生根长到湿度大的盆里 在湿度大的盆里,根长得更好,分叉更多 第十四个问题,蝴蝶兰的根有味道吗? 根系是没有味道的 如果闻到异味,可能是烂根或者是植料腐败的表现 第十五个问题,根上的这种小白点是什么? 这是正常的现象 有的蝴蝶兰的根就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不用特别的担心 我发现一般是比较粗的根容易长这种小白点 第十六个问题 最上面的根系表面发棕色是烂根了吗? 那个不是烂根,那个是由于施肥 肥料堆积到根系的表面的结果 据我的观察,没有坏的影响,只是有些难看 平常最好每月给根系冲一次精水 把肥料残余尽量冲掉 以上就是我所能想到的常问的问题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欢迎留言 好,谢谢大家收看,再见